你真的看懂斗罗这部动漫了吗 那么斗罗中隐藏的这五个秘密你又知道多少了 听说能全部说出来的必然是斗罗铁粉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个秘密圣魂村其实一直隐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众所周知唐浩在与千寻级大战后 便携带小唐三隐居于圣魂村 你真的以为唐浩每天郁郁寡欢 是真的在自甘堕落吗 其实真相并不是这样的 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他在圣魂村中感受到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 为了寻觅出这股力量的来源 唐浩不惜在圣魂村定居数年 表面上看唐浩每天都是无所事事 其实唐浩在暗中一直在寻找这股恐怖的力量 那么你们知道这股莫名的力量到底在哪吗 第二个秘密唐三并不是先天满魂力 而是后天修炼所导致的 当初素云涛在给唐三测试魂力时 唐三测出的满极魂力一度震撼到了这位武魂殿之时 可其实唐三之所以能达到满魂力的状态 并不是先天的原因所导致的 而是因为后天修炼玄天弓所得 众所周知唐三带着前世的记忆一直在修炼玄天弓 而在六岁那年玄天弓已经被他修炼至瓶颈 需要为自己附加魂环才能继续修炼玄天弓 这就意味着唐三那时已经修炼到了实际的魂力 因此唐三的满魂力必然是后天修炼所致 第三个秘密其实戴木白与朱竹青是表兄妹关系 我们都知道新罗帝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便是皇族与朱家世代联姻 这便意味着戴木白的母亲奶奶都姓朱 那我们不难推算出戴木白与朱竹青是亲情关系 第四个秘密唐三营救大明与二明使 为何不将他们隐秘自身的如意白宝囊之中呢 要知道在大明二明献祭之后 唐三将他们的肉身全部收于白宝囊之内 这完全证明了白宝囊可以装下两把神兽的 如若唐三将他们收入白宝囊之内 再利用汉海前昆照的隐身效果套断 这样的话不会更容易地从比比东手中脱逃吗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认为唐三为何不这样做 最后一个秘密比比东在通过罗刹第七考试 为何没有获得神器罗刹摩连呢 要知道唐三与千刃血 分别在通过第七考试获得了天使圣剑以及海神三叉戟 并且要知道唐三在多次危险之时 海神神念都出手相救 而比比东每次生死存亡时刻 罗刹神却熟视无睹 这罗刹神到底是没看上比比东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对于斗罗中以上这五个秘密你们怎么看呢